大家好,我是阿和 欢迎来到漫游以色列这个频道 在看完了上一支影片关于第三天的段落后 是不是感觉圣经西伯来文跟自己越来越熟啦 接下来这支影片 让我们继续往创世纪第一章第14-19节 关于第四天的段落阅读下去 别忘了慢慢读比较快 每次花一点点时间来阅读原文经文 慢慢累积,就会越读越顺畅啦 首先,让我们现在念一次这次要看的句子 出发了一个误会的读讲 出发了一个误会的读题 int念之一 目的发表在记者上 要和虐读讲 出发了一个误会的语言 三分误会的语言 和嗯奖定了一分误会的误会的读题 asic语言 散诞诞生的语言 而出发了一个误会的读题 而入信用时提出的语言 着方式宫 而入口感觉 和为本身有的语言 而入口感觉 首先让我们从第一句开始看 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 年岁 神说将会有发光体们 在天上的广阔空间中 其实为了用来区分那个日与那个夜 并且会以发光体来作为时间标记 借此决定季节 决定日子与年岁 首先这边我们一样看到的是 以神说 Vayomel Elohim的创造方式 作为这个句子的开端 再来接之前看过的 Yahí这个动词 有将会有的意思 但是这边有点奇怪的是 因为后面所接的 Meorot 发光体这个字是阳性负数名词 照到来说应该是用 Yi Huw这个形式 我后来又查了一下 现代西伯来文版本的翻译句子 是用Yi Huw这个第三人称 负数阳性动词形式 没错 看起来有可能是原文文本的问题 不过这个在这边是不影响阅读经文的意思 后面接的 Meorot 是发光体 Mahot 的阳性负数形式 有没有注意到 这边虽然是阳性名词 却是接上了阴性负数常用的 Vavtav字尾 针对这种特殊变化的负数名词形式 只能看到一个 记住一个啦 再来这边我们看到的 Birakiach Hashamayim 都是之前学过的啦 有在天空中的那个广阔空间的意思 从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到 物质开始精炼成为了发光体 换句话说 就如同一个能够发出且散播光的存在 但其并不等同于光 在第一天 我们看到了神创造了 有着纯粹本质性的光 而在第四天 又创造了对于世界存在 有着重要性的发光体 而这边的发光体 所代表的天体运行概念 也进一步带出了时间观 让人类开始能够用时间来规划事物 或许太阳也能够被视为 是一种跟人类有关的能量体 但太阳并不是聚焦 所有能量与光的那个物体 光与能量 以传播与散布的方式 充满在天空的那个广阔空间之中 后面这个部分 则是用来描述前面发光体的功能 首先我们看到 LeHavdel 这个有分隔 区分意思的不定词形式动词 后面的Ben 有在什么之间的意思 接上了前面学过的 Yom 日 Lila 夜 这两个字 所以这边有区分那个日 那个夜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阶段中 出现了用时间来区分一天的重要元素 日出日落代表的不只是 单纯的发光体出现与消失而已 其衍生出时间的节奏步调 这边的发光体的目的 就是用来将时间分区段 如从最后这一段所提到的用途 这边的海污是第三人称 附属过去式动词 有成有的意思 后面接了Lamme这个接句词 再加上了Ot 这个有着象征标记意思的阴性名词 而这个句子里则是附属形式 Otod 其象征着作为所发生的事情的时间性标记 再来的Modim 则是Moed 这个有着时间 时机点意思的阳性名词的附属形式 在这边有着指定日期时间点 或者是指定一年中的节气季节概念的意思 而最后这里则是提到 奇也试用来决定天与年 这两个时间概念的名词 Ve hayu le meurot Bi rakiyah ha-shamai Le hayu al ha-alit Va yehi hen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而成有发光体们 在天空的广阔空间中 藉此来照亮这个土地 成是这样 这一句基本上都是我们看过的单字 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 Le hayu 这个不定词形式的动词 有照亮 闪耀的意思 Va yas Elohim et shne ha-meurot ha-getolin et ha-ma-ol ha-katol Le me-m'she-let ha-yom Ve et ha-ma-ol ha-katol Le me-m'she-let ha-lay-la Ve et ha-ko ha-bin 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广奏 小的广叶 又造重心 神制作了两个大发光体 那个大的发光体掌管白天 那个小的发光体掌管黑夜 且做重心 前面这一段大部分的字 我们都看过啦 这边只需要多学一个形容词 Gadol 有大的意思 而这边我们看到的Gadolin 是阳性负数的形式 主要是对应 Meurot 这个阳性负数的名词 到这边有神做了两个大的发光体的意思 接下来这个部分的单字 我们也几乎都看过啦 只是要多学 Me-me-she-let 这个有掌管统治意思的阴系名词就好啦 其加上了Hayom 这个白天 就代表了掌管那个白天的意思 整个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那个大的发光体用来掌管白天 接下来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有办法自己了解意思啦 这里只需要再认识一下 跟大的相反的形容词 Kadon 就够啦 整句的意思就是 那个小的发光体用来掌管黑夜 最后这个部分是在讲 同时也做了 星星们 Kohabin 其单数形式是Kohab 这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创世纪经文中 就如同后面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所提到的 是带着人类历史书 Sever Toledo Adam的概念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内容的描述是以人类角度出发 主要是处理关于人类面临的问题 人类生活形式 以及其目的的主题 因此这边照亮世界主要是针对与人类有相关的角度来看 虽然说这边提到了两个发光体与地球息息相关 太阳与夜量所照射在地球的光线是不同形式所产生的 但在陀拉中并不会特别讨论关于科学相关的议题 其探讨的是经文中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上 普照在地上 神将它们放在天空中的那个广阔空间中 借此来照亮那个地 这一句一开始的 我们可以直接看成 这个过去式动词 其有着给予放置设置的意思 后面接的 是由 这个第三人称 养性负数的他们所组成的单字 这个文法概念以后有机会再来补充一下 这边只要先知道是用来指定他们的意思就好了 后面的单字我们都有看过啦 可以停下影片试着来解读看看 这边整句话的意思就是神将他们放在天空中的那个广阔空间来照亮那个地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 上帝看着是好的 在第十八节这句一开始 是由Vav这个连接词接上 这个跟前面 有着一样字跟意思的不定词动词形式 所以可以知道是一样有着掌管统治意识的动词 所以前面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 且是为了掌管那个白天 以及那个黑夜 这边后面的句子的字我们都看过啦 可以自己尝试解读看看 这边的意思是 且为了区分那个光与那个黑暗 而最后这边的 Vayar Elohim Kedov 一样也看过啦 意思是 而神看齐是好的 Vayar Elohim Vayar Elohim Vayar Elohim Kedov 用Reviy 曾有夜晚 曾有早晨 第四天 最后这一句大家应该操守啦 只需要知道Reviy 这个字是代表第四的意思就好啦 到这边我们就轻松看完创世纪第一章 第十四到十九节 关于第四天的段落 眼尖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第四天 其实主要是在补充 不同于第一天所造的光形式的发光体 而在接下来第五天与第六天 同样也是对应到 之前的第二天与第三天所造的物 这样巧妙的关联性 就让我们一点一点 继续慢慢读下去吧 最后一样让我们来听听 耶路撒冷 西法拉底 犹太拉比如何吟唱这段经文 让头脑沉浸在 诵读经文的悦尔旋律中 放松一下吧 ויומר אלוהים את המאור הגדול לממשלת היום ואת המאור הקטון לממשלת הלילה ואת הכוכבים ויתן אותם אלוהים ברקיע השמיים להעיר על הארץ ולמשול ביום ובלילה ולהבדיל בין האור ובין החושך וייר אלוהים כתוב וייר וייבוקר יום רביעי